所以葫芦汁这里可以看到它的样子很像林芝 但是它不是林芝 它也是属于芝类的一种 它其实它拥有超过400年的药用历史 在以前古代 那些医师都有使用葫芦汁来医它的病人 如果病人有哮喘问题或者是呼吸系统不好的话 以前的医师都会开药方给病人使用葫芦汁 葫芦汁它本身的功效是什么呢 它本身具有看炎功效 如果你本身是抽烟 或者是时常咳嗽 长期咳嗽 或者是哮喘的人 它们的肺功能 肺里面都有少许的发炎的现象 那通过使用这个葫芦汁 具有这个看炎功效呢 它可以帮助修复我们肺部受血的组织 帮助恢复我们呼吸系统的功能 进而可以改善我们呼吸系统的问题 比如说肝咳嗽啊 哮喘问题啊 等等的一些问题啦 OK 所以可以改善 也是可以帮助改善呼吸道过敏问题 有些人呢 呼吸道非常过敏 去到一个新环境或者是比较安脏的环境的时候呢 就会感觉到不舒服 流鼻涕 然后咳嗽等等的话呢 它都可以帮助改善这一类的问题 还有就是提升这个呼吸系统功能 还有就是提高免疫系统的 OK 所以在接下来就是呼噜汁在马来西亚 其实呢 被称为马来西亚国宝级的资类啦 为什么会被称为马来西亚非常珍贵的一个资类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在2002年的时候 我们的前首相马哈迪 曾在一个大会里跟大家分享啦 就是他本身有就是长期有课受问题 但是呢 他这个课受问题呢 直到遇到这个一个中药 一个中药里面呢 他里面有这个呼噜汁 他使用了这个中药里面有的呼噜汁之后呢 他发现他很高兴 他跟全部人分享 全部人讲 OK 我困扰了 我很久的这个长期课受问题终于找到解决啦 就是因为这个中药里面有的这个呼噜汁 帮助了他很多 自从这个我们前首相马哈迪分享 这一片东西过后呢 这个呼噜汁顿时在马来西亚呢 就是很出名啦 很多人都想要找这个呼噜汁 来帮助提高自己的那个呼吸系统问题啦 So 讲到呼噜汁嘛 所以呢 它是非常推荐于第一 时常有九克补育者 就是时常有肝咳啊 时常有咳嗽问题困扰的人 非常适合 sinus OK 时常有鼻刀炎的 或者是鼻子敏感的人使用 就是有些人呢 早上起来时常有鼻子敏感啊 鼻子不舒服啊 是非常推荐使用的 然后呢 第三 就是有慢性知气管炎患者 OK So 第四呢 哮喘者 第五呢 吸烟或者是吸二手烟者 肺功能一定有受血 所以呢 会建议通过使用呼噜汁男来提高这个肺功能啊 OK So 再来就是暴露于环境污染者 还有就是年长者 还有就是睡觉时常打疲寒者 OK 睡觉时常打疲寒者呢 或者是鼻汗声非常大声的话呢 就证明你本身的肺功能呢 是需要改进的啦 So 非常推荐使用这个呼噜汁的